过来啊 我做事你忘记我是谁了是不是 我们这些警察 远警使出一招大外歌 合力把这名42岁的中性男子制服在地 男子以四切取超商饭团被店员发现 虽然将饭团收回 却恼羞成怒对着店员大声咆哮 见警王赶到马上拔腿狂奔 热情民众也加入追捕行列 那个小偷就看到他在奔跑 然后就后面有警察在追他 然后警察就把他抓到了 我跟着追啊 热心民众回响 追逐大约200公尺后 远警将嫌犯揽下 但他竟然暴怒辱骂远警 并拒绝配合盘查 还胡言乱语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我讨厌你们 我真的是情报来转世人 我是情报了 男子窃取超伤物品遭发现 在现场大声咆哮 警网立即前往杂气 男子健壮奔狂逃逸 随即被远警制服 身高180公分的中性男子身材魁梧 虽然拼命反抗 还是难敌远警的压制 全案依法已请侦办 记者综合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叹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